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图书馆的夜读传说 灯下的折丝旅程 二食堂的味道记忆 舌尖上的时光穿梭 三宿舍楼的午夜广播 深夜里的声音桥梁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图书馆的夜读传说 灯下的折丝旅程 在图书馆的深夜 当最后一缕阳光逃离窗台 而灯光成为唯一的守护者时 便是夜读传说开始的时刻 这不仅是一段关于学识追求的旅程 更是一次灯下折丝的冒险 瞎瞎一下 你我都是那些夜读族的一员 我们在图书馆的角落里 头顶着一盏昏黄的台灯 仿佛是探险家在书海中寻宝 但别忘了 每个探险家背后 都有那么一两个关于图书馆的传说 比如说有传说中的午夜书灵 据说在图书馆最深处的书架上 居住这些特别的书灵 只有在午夜时分 当图书馆里只剩下最坚持的夜读者时 这些书灵才会出现使用它 这些书灵才会出现 让你体验一场真正的折丝之旅 但记住如果书灵问你问题 千万要诚实回答 否则你可能会被困在书的世界里 永远无法回到现实 再比如遗失的书页传说 有人说在图书馆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藏着一本无名之书 书中缺少了几页 每当夜深人静时 这几页书页就会在图书馆里游荡 寻找能够理解他们的读者 如果你幸运地遇到了他们 那么你将获得一段超凡脱俗的知识旅程 但前提是 你得先找到那本无名之书 补全他的故事 当然这些传说听起来或许有些离奇 但他们却以一种幽默而又神秘的方式 增添了阅读的乐趣 在这些故事的背后 是对知识的渴望 对探索的热爱 以及对图书馆这个知识殿堂的无限敬意 所以亲爱的阅读者们 下次当你在图书馆的灯下翻台书页 不妨让你的想象随着这些传说飞翔 随着这些传说飞翔 也许你会在书页之间 找到属于自己的哲思旅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食堂的味道记忆 舌尖上的时光穿梭 在探讨食堂的味道记忆时 我们不仅是在品尝食物 更是在与历史对话 与过去的自己进行一场时光穿梭 每一口食物都是一段故事 一段记忆 一次穿越 想象一下走进校园的老食堂 胃骨混合着油烟香料和各种食材的独特气味扑离儿呢 仿佛一瞬间就能把人带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懂得美食的真谛 但那份简单纯粹的味道 却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最为珍贵的部分 让我们以一道简单的食堂招牌菜为一 亦懂妈妹 这道菜看似平凡无奇 但每个人心中的味道都不计相同 有人记得是咸香酥脆 有人记得是辣中带甜 还有人记得是那份家的味道 这不仅仅是未来的记忆 更是情感的寄托 是对那段青涩岁月的怀念 而食堂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菜肴 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故事 比如那碗看似简单的米饭 背后可能是一段过照食用台 背后可能是一段关于农耕文化的叙述 那盘色彩斑斓的凉菜 可能蕴含着对四季变换的送歌 每一口食物都是对过去的致敬 对传统的尊重食堂的味道记忆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许多传统的食堂逐渐被现代化的快餐所取代 然而那些独特的味道和背后的故事 却是任何现代化设施都无法替代的 看得像是一座座时光的灯塔 照亮着我们的记忆 引导着我们的记忆 引导着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所以下次当你再次踏入那熟悉的食堂 不妨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那些看似平凡却有独特的味道 让我们一起在舌尖上进行一次时光穿梭 找回那份最初的美好记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宿舍楼的午夜广播 深夜里的声音桥梁 在深夜的宿舍楼里 当大多数学生都已经沉浸在梦江的怀抱中 偶尔会出现一种神秘而又让人兴奋的现象 午夜广播 这不仅是一种声音的传递 更是一座连接人性的桥梁 让深夜里的宿舍楼变得生动起来 想象一下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 大部分宿舍的灯光已经熄灭 一切看似平静 而又祥和 突然宿舍楼的广播系统响起 打破了夜的寂静 这时 你可能会听到一段温柔的音乐 或是一段激励人心的演讲 甚至是一段幽默的段子 这些声音就像是一股温暖的风 穿过冰冷的夜空 温暖每一个听众的心 有趣的是 这种午夜广播有时候还会成为宿舍楼里的一个小秘密 想象一下 当你在深夜苦苦挣扎着要不要熬夜完成作业时 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鼓励的话语 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在默默支持你 让你不再感到孤单和无助 当然午夜广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通过这种方式学校可以传播正能量 分享知识 甚至是讲述校园里的小故事 增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 它不仅仅是声音的传递 更是情感和文化的交流 不过也有一些搞怪的学生会利用午夜广播来做一些恶作剧 比如突然播放一段恐怖的音乐 或是模仿鬼怪的声音 让整个宿舍楼陷入一片尖叫声中 虽然这种行为会给人带来一丝惊吓 但在事后回想起来 也会成为大家共同的回忆和笑谈 总之宿舍楼的午夜广播就像是深夜里的一道光 照亮了学生们的心灵 让人们在忙碌和压力之余 找到一丝慰藉和快乐 它不仅仅是声音的传递 更是心灵的触碰 让深夜的宿舍楼变得不再寂寞 总结来说 图书馆的夜读传说 食堂的味道记忆和宿舍楼的午夜广播 都是校园生活中独特而有趣的经历 这些传说 记忆和声音都以一种幽默而神秘的方式 连接着我们的心灵和校园文化 无论是在图书馆的夜晚 还是在食堂的餐桌上 亦或是在宿舍楼的午夜时分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经历 感受到知识的魅力 味道的回忆和声音的温暖 对我来说 这些内容都非常有趣 且令人回味无穷 图书馆的夜读传说 让我们能够在书籍的世界中探索和思考 食堂的味道记忆 让我们能够在舌尖上穿越时光 宿舍楼的午夜广播 让我们能够在深夜里 感受到彼此的支持和关怀 无论是在哪个角落 这些经历都让我们的校园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你对这些传说 记忆和声音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 与我分享你的观点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探讨 让这个六度世界 更加有趣和有意义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